当宠物遇上成中人的时候 会爆出什么化学作用 2007年一艘宠物 令小肥成功爆出 奪得乐坛新人奖 入行四年 小肥努力作出多方面尝试 近期更走上大舞台演乱Love Love 又只拍前国伟电影《大放烧弹》 周文静出道一年 是金牌力捧新人 他出首张同名专辑周文静 主打歌曲《成中人》 实力被看高一试 同样热爱音乐 同样热爱舞台 把把闭如二发有请 不管是人还是宠物 都一样这么合Key的 小肥周文静 城市在城墙中 我却说你是人还是鬼 因为今天是Halloween 对啊 Happy Halloween 因为可能今天很多人都扮鬼 你没有想过今天有什么庆祝活动 小肥和周文静 我说没有 没有 而且我一直在这一天挺无事 我真的扮鬼 我平时没有扮鬼 这一天就无需特别扮鬼 而且我真的没有特别有庆祝这一天的习惯 我平时有扮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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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是 所以今天就不用特别扮鬼 他经常提大家我是人 是吗 是吗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但是如果真的要大家去扮鬼 今天想着有什么造型 我扮一下宠物 好了 什么宠物 肥肥的宠物 有点肥的宠物 我只是脱了我的头就行了 是啊 角色大兜亂 那你呢 我一定不会扮僵尸 但是我呢 我常常很怕人家扮僵尸 是不是跳下跳下那些 不是啊 吸血那种 吸血不怕 不是啊 我不喜欢扮 因为周街都是 通常第一个扮就是扮这些 撞口撞面 是啊 撞口撞面也是 哈哈 他咬你一口 哈哈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戴头盔 为什么这样 做过那些 譬如地震的时间 就要闪避了 哦 尤其是你 经常都遇到这些地震 我 就是刚巧 但是 你知道 通常地震多的地方就是覆地 你看日本 其实多发达 多么先进 不是地震才是覆地 不是 但是 就是说人民的发展会发得很快的嘛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经济经济又变得好啊 就是预防得又更多 是啊 所以事情是好的 地震多也不是很差的 当然如果有生命危险就不要了 还有当然没有影响到自己最重要 是吗 对 没错了 对我 虽然很多传闻就说你公私地震 但是你看到他们都认证正常 震我不走了 我这么重 但是对新人来说 譬如周文静 是 如果你看这些杂志 报纸 公私地震 那你觉得会如何 我觉得其实没什么 就是报纸、杂志 是 其实都是 他跟在一起是真的 对 弹一下弹一下 不怕是真的吗 对 干什么 没事 不然我发表完了 发表完了 你说 差不多了 我也差不多了 他不是很敢说 对 畢竟都是新人 不是 没事的 说吧 说完就没事了 反正就好了 所以说话 你是师兄了 四年了 刚才也有介绍你 是的 接着周文静今年是新人 是的 其实我也是新人 我永远是新人 你想 我永远疲倦 永远疲倦 你两个本身有什么沟通 就是师兄 有没有 过一些招数给师弟 不要这么说 其实 沟通 最初 当然他来公司就不懂 但是这一期 都常常跟他一起合作同台 甚至是做访问 报章专行 都一起 所以这段时间 都会多了 沟通 因为有几次都要合唱 所以都会多了 大家在音乐上的交流 都会多了 这样 合唱你什么歌 合唱 顺白信心 顺白信心 我的信心很顺白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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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唱法 你一说一说一说 你又一说一说 对 你对师兄有什么看法 看法没有 有什么帮助你 我想带我去太空馆 但是就带我去 为什么 神经病 我带你去 做什么 去看太空馆 不就是有一次 大家不知经过太空馆 不如一次过看完那些 3D天象的电影 好啊 然后又吹到 什么时候啊 所以是没有了一件事 但是你入行之前 你知道小肥 唱功也好 有那么多辩货 人品也好 对啊 又去拍戏 又去拍戏 又去台剧 又多才多艺 是啊 对啊 那你也是 不是啊 那么厉害嘛 你就去玩吧 有很多进步空间 很多东西要学 好识说话 真的 对 那你那时候 会不会想 如果和小肥合作 或者会请教他 是 嗯 很多 例如呢 例如 他为什么说话这么厉害 我说话很厉害吗 我说话很厉害 我说话很厉害 你算是很厉害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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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接上来 唱功 或者经验 表演 对啊 现场的表演 这个上面 是需要 很多舞台经验要教 我不可以 经验不可以教 其实是累積的 就是每次你去唱 你都要记录低 甚至 其实如果 你很享受 那个演出 那个时候 其实就 好像很有经验 那样 那你稍微投入 可以 可能 最初最多的题 可能担心太多 那样 我觉得 其实很简单 出来的事情 就很有共鸣 小肥 你唱歌就是这样 我经常都看到你 是投入得很厉害 早前我看电视 一个 你自己solo 是不是 有个show 是 我看你那个样子 投入多 是 这些是一个好处 唱歌演绎方 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 可能很自私讲究 你可能很自愈地 很享受唱歌 但其实你这样 就已经和观众有共鸣了 我觉得很简单 这件事 那你又怎样看他的师弟 他… 首先 我都会经常说 刚刚见到 又挺胖子 又这样那样 又会弹 又会弹其他有才华 但是 说话又不是那些 串嘴的人 就是群而近人 所以 又谦谦有礼 又肯接受 大家的意见 所以 多好啊 不要等了 前途无可限量 对 多谢 多谢 太谦了 他多谦 本身你Terry 你是怎样入行 我知道好像是朋友 介绍 对 之前 自己一直都有学习这个音乐 而且受了爸爸妈妈的影响 对 爸爸之前是一名班友 妈妈也做过电台DJ 然后 现在还是吗 现在不是 很年轻 因为幼稚园 对 我还没入行 那时候 不要说话 这样 之后自己喜欢 就一直在中学 就开始学习音乐 妈妈就帮我报名 参加唱歌比赛 对 之后就从这个 在学校就走出来 有机会接触这一行 慢慢在这个圈里 打滚 那场比赛是 焗你参加 是焗你参加 我之前很小的时候 是想看完一个电视台 就有个唱歌比赛 全球说 有什么什么的 然后 当时我可能是讀 学 我就说 我也想去试一下 那时候当然不行 我妈妈就知道 想参加唱歌比赛 那不就好了 看到你差不多中学的时候 就帮你报名去 那之后就有事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明天比赛 是比赛 我看明天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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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叫做 黃昏音乐会 点名是不是也可能 是呀 点名也叫做 黃昏音乐会 因为其实这些音乐会 真实地存在澳门 是在一个叫 龍环抱韻的地方 在一个去到哪 不知道 不知道 一堆绿色的博物馆 在哄仔那里 在哄仔那里 外面是一个 熊树林 现在看到威尔斯人那里 去到那里很清幽 然后就是黃昏 时段五至七 有show 是的 还有那里会专请一些 比较indy 不是很hardcore的那些 当然曾经请过陈以晶 这类型很soft 唱的那些歌 就五至七 全程唱到 黃昏见日落 还有一些鱼飞过 就是很浪漫 很有feel 我很喜欢这些音乐会 所以我希望这些专辑 里面这些歌 我都可以在这个音乐会上 可以玩到的音乐类型 是 很舒服 很舒服 即是放松一点 是的 而且内容更正面 你知道我之前这些 都不是很正经的 那些内容 因为我自己 整件事 由入行到现在 那种唱歌的态度 就是自己享受 很简单 还有这些歌词 最终我心里都是幕弱 Roll Band六号 他有帮我填 完全都是 还有 添雷都一起有份 把我心里挂一些东西 去填出来 所以 就是 绝对是 我唱歌的那种心态的写照 那你就跟他在那边聊 我就想 我没聊过 我自己找出来 蛤 我又中 那不就很中 是的 其实 我跟他们的交情 都很深刻 我知道 那他们拿张你又哭 感动到 是的 傻的 我都不知道 只是浪费眼泪 人家拿张的 我觉得是这些友情的表现 我不喜欢 但是自己忍不住 是的 如果今年周文静得奖的时候 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动到哭 立刻上去厕所 预备新人奖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急 真的感动到急 感动到急 这段时间 不如听听你这首 黄昏音乐会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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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好意思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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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